嗨,這個是我家的這個分離式冷氣機 這個室外機,前幾天啊 這個雷攻很大,然後下雨 然後呢,這個室外的這個壓縮機啊 忽然間就不會走啦 忽然間不會走 那,我今天啊 就,有這個下定決心,一定要把你弄好 結果,本來是以為 這一顆電容器 就是壓縮機的啟動電容 這個失效 結果也買了這顆新的 把它放下去,結果還是不走 那我就 拿起來這個,山用電錶 給它量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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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找找找 齁,量量量量量這樣 齁,找到哪裡 哇,就是在這個壓縮機的上面 的這一顆 齁,這一顆保護器 齁,這一顆保護器 齁,所以,也用 就,這個 買了,這個保護器 這是原來的,它裡面整個都生鏽啦 所以,變成沒有作動齁 沒有作動 那,已經把它換好了 那現在 呃,它就 壓縮機可以正常啟動啦 齁,那等於這個冷氣機啊 已經是正常啦 啊 好夢幻齁,又被我自己賺起來了 我又自己賺 把它賺起來了 這樣 這個啟動電容 350塊 齁,是平擺的 花冤旺的啦 原來的那個是好的 那 真正壞掉的 是這一顆 保護 這個壓縮機上面 這個保護的 這個 作動的一個 蓋子開關 齁 這個延遲的保護開關 這個150塊 齁,這個 150塊 這樣 齁 就把它完成啦 OK 齁,我還以為雷打到咧 如果雷打到,打到電路板 我就沒它的辦法啦 OK,這樣正常啦 齁,好夢幻齁 好夢幻齁